选购保健产品总是让你眼花缭乱吗 SNQ国家品质标章 120位专家严格把关 帮您擦亮双眼 健康消费加倍保障 别吵了 我只信赖SNQ 健康消费零风险 SNQ国家品质标章 跟各位报告 在全亚洲 我们是唯一获得欧盟 疫苗厂CGMP茶厂通过 日本到今天没有 中国大陆没有 韩国没有 新加坡也没有 这个是我们国人 应该可以值得骄傲 生社会的SNQ的这个 争选 事实上对我们国内生技产业 有非常大的意义 对国家生技公司来讲 更是有特别的一个感受 SNQ它金奖的意义 就是表示你的医疗的品质 是达到世界级 可以说世界第一 所以这个代表了 在你医疗品质上的成就 同时也代表了 你的学术成就 以及你的研究的创新 都达到世界级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大概我们这几年都参加SNQ 我们也有非常亮丽的结果 那为什么我们一年 比一年都有进步 这样因为这样会促进 我们所有的同仁 每个单位都朝着参加SNQ 为目标 除了医疗的层面以外 对一个机构的文化 人伦相当重要 所以我想借由这个参与 我们也可以促进 我们长庚的认为 我们以一个做 食品GMP的工厂 事实上我们是用 药品的GMP的标准的要求 来要求我们自己 我们中天在过去十年里面 我们可以年年获奖 就是因为我们在 做事情的基础上面 那我们的要求 对我们自己永远是采取 一个最高的标准的要求 我们那个奖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评审的清外 可以在在地证明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其实我想有这么多的外国医师 愿意到高雄长庚来学习 主要还是我们的医疗品质 我们也缔造了多项 全台湾 全亚洲 甚至全球的 感染医疾的记录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也不断在成长 感染医疾的成绩 从获利而言 我们到目前还是维持 全球最好的记录 那么我想这些国外的医师 都是希望来学习我们 怎么样做到这么高的品质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 S&Q的精神所在 就像我们的S&Q 我是很在意说 你们要来参加 但是现在都相反的 他们自己是团队说 院长我能不能来参加 S&Q的团队 所以我在整个医院的风气 跟制度以及形成 也就很容易做了 我现在也希望在同龄这边 就是成大就等于品质 问题这个是嘴巴讲的 这个大家就讲很多 但是你要有行动 或者成果来肯定 所以对我个人的意义就是 S&Q它是一个实质的 因为它的审查过程 从它的结构过程 跟成果面 它都会看 那文化已经在这里被塑造 经由S&Q也好 因为S&Q它不是用一个个人 它是一个团队 所以它就会变成 有团队的铭记力 那成大医院 所有的人对于多科的运作 是很容易的 所以当它个人的职 如果我说得比较清楚 它会对比一般的 财团法人医院来得不错 但是它不会是第一 可是当它合在一块的话 我相信它会超过 即使有很历史悠久的 医院的团队 因为那个力量会被激发出来 有S&Q最好 最好有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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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S&Q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